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的散选速递 来到列治民Steveston选区 過去曾经是卑斯联合党 前身自由党的传统票仓 但上届散选新民主党的Kelly Green 就成功反转改选区 今次散选区尋求连任之路 将会面对在社区 扎根多年的无派别华裔候选人李家文 以及保守当月六党候选人的挑战 赞取连任的卑斯新民主党候选人Kelly Green表示 她首要关注的 是要改善省民目前所面对的可负担能力危机 尤其是要继续打击省内 房地产投机炒卖的行为 她认为目前的政策 已经令大湾地区的长期租赁市场 增加了2万个单位 例如 禁止Airbnb 对于房屋供应的议题 地市保守党候选人Michelle Molyneux 就认为要简化繁文育节 来加速房屋供应 应对可负担危机 她表示 过去在列治民的工作经历 以及与本地商会和学校的连结 有助于有效反映区内的选民的声音 而如果当选 会重视区内的小商户的利益和发展 并致力废除碳税 降低税收和减少浪费的支出 我认为 区域公司或区域公司 应该帮助资产资产资产 去设计这些资产 所以商业能够有更多支援 去增加或需要的支援 我们也需要看财务 财务是一个大问题 商业在财务财务财务 我们需要看看 我们能够减少资产 所以他们能够聘更多人 以更坚持的方式 而受到卑斯联合党退出省选的影响 果已无派别身份参选的 华裔候选人李家文 在省区内耕民多年 他表示一旦胜选 会令到省府关注 区内华裔选民所重视和担忧的毒品 以及所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 因为毒品 其实public safety和health care 两样都有关系 所以我的政綱就很简单 大家关心的问题 尤其是我现在是无党派的身份 更加可以代表到 我们Richmond Stevenson 甚至整个Richmond的人的声音 而不需要跟着党的路线去走 李家文亦指出 经过连役的 靠门拜访区内居民所得的意见 认为缺乏不偏左和不偏右的 候选人代表省民 期望令更多独立 无派别的候选人进入省议会 从而发挥制行省府施政的作用 另外列治民 Stevenson 选区碑斯陆党候选人 Eledy von der Don 就未有回复本台采访邀请 而在他的竞选网站上 他指出希望透过令当地年轻人 参与政策讨论 来帮助建立一个繁荣的社区 相信他在非盈利组织的教育和经验 有助于推动大胆的气候和社会正义改革 今晚的散选速带就说到这里 是指出的 是指出的